《臺灣》 我在臺灣 今年到臺灣 62年滿了 62年 我在臺灣的學生朋友親戚 真是滿臺灣 我覺得臺灣也不小 這麼多年 看得出為大家一起 我來的時候我23歲 我基本出來等於對自己一生 對父母的報導 對自己玩的心願 也等於對朋友回答一下 這麼多年我幹什麼 我做什麼這個樣子 我為什麼這麼辛辛苦苦 像剛才有的朋友說 我對臺灣文學這麼私心熱心 其實也是很幸福 也許是我們東北人 騎射千里就是這個樣子 很豪邁 很努力 他有一個理由就是 我很多情 我對任何人的情很難忘記 我覺得臺灣對我 好像是一個披生之所 真正的事 不是好想的 我一生小學就念了七個 一生流浪 我從來沒有一個地方 該說是我的家 我現在也不能說臺灣也是我的家 因為這裡只有一個沒有我的房子 沒有我的土地 可是我在這裡到底留二年 那我現在寫的這本書 一半是我從前的生活 我的家庭 我的父母 我自己 但一半就是臺灣 對臺灣所投入的事情 都已經給各位朋友做一個回答 我為什麼這麼做 我做了些什麼 我為什麼做到現在還能夠把它做完 也有很大的力量 我剛才跟高先生說 我對臺灣有一個很大的奉獻 我對臺灣有一個很大的奉獻 就是我給將來老年人做一個好榜樣 中國也慢慢會老 我們每個人都會老 將來我們要生活的一個態度 就是老了也不要橫行進行的 我自己想做的 像影帝整天說他七十歲 我說你七十歲有什麼大不了的 這麼多年 我從沒看過影帝今天講的樣的話 他這麼激動 這麼誠懇 這麼誠懇 影帝從來都很含蓄 傳著誠懇疾 走路往往當當 今天我看他比較激動 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道理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是我最早的出版人 而我現在出最後一本書 我沒有給他 為什麼 不是我沒有給他 他沒給我要 他從來沒有表示 他甚至跟我說 哎呀我好累 他老天說他好累 又說我這幾本書 好好的維持維持 我好好做 他說你二十歲 絕不超過 我不要那麼累 我就想 以前另外一個出版人 就跟我說你不要去看影帝了 我那個時候 出來他都不懂賺錢 沒有賺錢 而且沒廢本 也沒廢本 沒廢本 那時候就算很夠瘦了 都沒有動 沒什麼人買 沒有 我現在希望天下不要被我害了 現在我不害你 你也要害你 我去看影帝 我去看影帝